Hello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观见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 蒂姆波顿制作的暗黑哥特迪士尼童话 《科学怪狗》 讲述了自比男孩在失去了爱犬后 不顾阻挠将他复活的故事 一如往常的《天马行空》 这仍然是一个很波顿式温暖的电影 维克多是个性格内向的小男孩 他没有什么朋友 总日都在家倒过着自己的事情 这一天一家人都围坐在摄像机前 观看他制作的电影 我和斯巴克的一天 哦 忘了说了 斯巴克是他养的一条狗 也是他唯一的朋友 课堂上来了一个新的科学老师 因为原来的老师不幸被闪电击中了 同学们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似乎对人被闪电击中这件事见怪不怪了 有同学说是因为镇子 竟在废弃的金矿上 所以才会频繁地出现闪电击中人的情况 而老师的官方解释是 这个小概率事件 是人作为云朵和大地的导体 被接通的后果 所以说雷暴天气最好就不要出门了 下课后一个同学抱着自己的宠物猫 走到了维克多面前 从容了掏出了一坨猫爸爸 说这个是一个预兆 只是他的猫拉出了某个同学的名字的大写字母 那个人就会遇到一件或好或坏的大事 维克多只觉得这个爸爸让他有点恶心 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爸爸看维克多整日窝在房间 于是他决定 带维克多出去运动一下打打棒球 没想到棒球飞出去后 斯巴克立刻挣脱开了捆在柱子上的牵引绳 去接球 可是棒球飞得太远 斯巴克冲出了街道 不幸被汽车撞死 维克多唯一的朋友就这样没了 这对一个自比男孩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现在他只能看着从前的影片 来怀念斯巴克 日子一天天过去 维克多仍然没有办法 从丧犬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天老师在课堂上做了一个 给死亡青蛙通电的实验 青蛙的肌肉反应激活了维克多的思维 他有了一个想法 复活斯巴克 他回家搜集了所需要的一切 能够倒电的物品 来到宠物坟场 把斯巴克的尸体偷回了家 进行简单的缝合后 将电流倒向了他的身体 竟然真的成功复活了斯巴克 但这个是个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于是 维克多将斯巴克留在了阁楼 自己则安心地去上学 结果他自己偷偷跑出去到处还 闯了不少祸 一天捉弹下来也累了 等维克多放学回家 给他接上电源充了火电 瞬间又成了一只欢痛狗 没想到的是 在他出去闯祸的时候 刚好被维克多的一个同学看见 同学威胁维克多 教自己做这个实验 否则就揭发他这个秘密 于是他买了一条死鱼进行实验 果然成功复活了他 但是这次鱼的基因 变成了一条隐形鱼 维克多让同学不要到处乱说 偏偏同学又是个大嘴巴 不少人都知道了 他有一条隐形鱼的事情 他还说要将这个鱼 拿去科技节参赛 肯定能拿第一 有些人眼红看不过去 就拿自己的生命做实验 结果摔成了重伤 除了维克多父母以外的所有人 都觉得是科学老师的国 于是学校把他开除了 但是科技节仍然会照常举行 大嘴巴同学将维克多 复活狗狗的秘密 搞得人尽皆知 所有的同学都去坟场 找来了别人宠物的尸体 准备给他们奠击复活 但他们忘了 实验的变量和必备要素 对宠物的爱 斯巴克因为有维克多的爱 才能够完美的复活 这也是为什么 那条死鱼基因突变的原因 缺乏实验者对他的爱 刚好今天是个雷暴天 大家都在回到家后 给各种死物活物通电做实验 结果成功地引发了一场怪兽灾难 死而复生的宠物们 都变得极具攻击性 阵子上出现了成群的海猴子 还有巨型乌龟 笑好这些淡舌海猴子 承受不住盐分 聪明的维克多 将他们引进了爆米花棚 把他们全部都炸成了碎变 几零海虚气凌人 维克多将他踩着的水通电 成功地将乌龟变回了可可 但是变影后 有极强攻击性的蝙蝠猫 却将一个同学逼上了绝路 眼看他就要掉下 染着熊熊大火的房子 维克多为了救他 被蝙蝠猫袭击 摔下高楼晕了过去 幸好斯巴克将他及时地 拖出了即将坍塌的房子 可是蝙蝠猫还没有死 他把斯波克拉进了房子陪葬 维克多不得不再次面对 失去挚的事实 不过斯巴克临危救助的行为 感动了所有人 家长们都决定合力救活他 所有汽车的发动机 连上斯巴克的身体 然后踩下油门 知道电能 可是斯巴克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维克多放弃了 不复合也没有关系 因为斯巴克永远在他的心里 就在他不到爸爸妈妈怀里 求安慰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终权斯巴克再次复活 还收获了一个贵妇对象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养只可爱的小动物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 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下期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